想脫離上班一族 連Coco哥都這麼說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喜歡上班呢 如果大家都想上班 像這些朋友 到處去到處玩 分享自己的興趣 分享自己的任何內容 而炸到收入 大家就要留意後面 我介紹的平台 大家好我是一燈 近來就經常見到 在家工作這四個字 最近就見到五分鐘變大師 都講關於這個在家工作的影片 其實就真是多了人留意這件事 近來呢 很多朋友都停身留職 很慘 五分鐘變大師 他都講解一些 一些Shopify的方法 怎樣做一些 Jobshipper 或者教一些 Affili program的 網上營銷的工具 而另一位 Ego 亦都有講關於 這份工綁死一世有什麼方法呢 其實他也有 介紹他自己 去了台灣 無法工作又怎樣處理呢 其實他也有教大家 怎樣去做YouTuber 現在他也在推廣YouTuber的課程 我都很贊成如果他移民去馬來西亞 或者去台灣都可以考慮做YouTuber 這件事 因為YouTuber不一定要露面 其實我都認識很多YouTuber 他們只是放一些音樂 出樣子 都可以賺到YouTube的收入 不過我今天就不是想說YouTuber 熟悉我的網友都知道我一定會說一些 關於區塊鏈的平台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要介紹一個很棒的平台 這個就叫做Library 這個Library最新的方向就是 挑戰這個YouTube 主要功能就是分享一些內容 譬如相片 短片 影片 檔案 文字 PDF 報告 都可以放上這個平台分享 這個平台有什麼好處呢 你分享一些內容 或者別人看你的內容 或者你看別人的內容 都會賺到錢 那是怎樣賺到錢的呢 即是他每一個動作都會有一個 例如每一天看視頻 我會賺到一至一百個幣 還有他又說 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會有提示的 可能會 好像這裏這樣 就無緣無故 就賺了四個幣 好 那Library到底是什麼來的 事不宜遲 我們先看這裏 大家來CoinMarketCap 就可以看到 這隻LBC 是一個Blockchain 是一個區塊鏈平台 現在的市價是0.0195 左右 是美金來的 建立了也有幾年時間 跟著市況是上上下下 近來都是升上去的 市面上有 Bitfix Coinix VCC 都可以做到的Trade 所以賺了這個LBC幣 是可以轉回Bitcoin 那是怎樣轉呢 我就會教大家用這個平台 我會放連結在我的說明文下面 那這個平台呢 只要你賺了些Coin 例如Library的話 LBC Library 最少是500個不行的 一定要對Milliman 是1100個Library 例如打1100個 那就可以兌換到0.00 2020 的比特幣 之後就打這個 比特幣的錢包地址 然後按Exchange 它就會提供一個 LBC的地址給你 你就發這1100個 LBC去它提供的地址 那它就半個小時左右 就會發 0.002個 比特幣 去你的地址 就知道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至於是怎樣 賺到LBC呢 大家最關注的東西 好我們看看 其實呢 還有一個很獨特的功能 就是 很容易 一個小時 就把我youtube 視頻 全部搬家 搬到這個平台 大家都知道 最近youtube 有很多限制 所以呢 很多年 大用戶 其實都覺得 很困擾 因為單張是不讓他出他的影片 甚至乎 將他的影片下架 所以呢 現在很多 大的youtuber 就會轉移了 去這些 這樣的平台 而這個平台 非常之方便 一個鍵就可以 全部片過了 所以是一個很有前景的平台 因為我進來嘗試的時候 的而且確 就將我的youtube的影片 一個鍵 按下去 200多條影片 上載了上去他的平台 完全全是可以保留了我自己的創作 如果youtube整個帳戶取消了我呢 那我的影片 我都還存在在其他地方 還有這個平台 我又覺得 挺好玩的 不搞不搞 一搞他 我又覺得 有點前景 因為太容易被youtuber 做了youtube那班人 就太方便他們了 所以呢 就開始 多了一些 大的youtuber 就過來了 我第一次就見到 笑波子 在香港來講 是最最高的youtuber 他都剛剛開始了幾久 他放了這個平台 如果在香港來說 除了大j之外 他都算是最最高的 很有前景的平台 因為我們現在youtube做的影片 會自動會升級到這個平台 不會怕youtube 不斷落假 這片 另外 還有其他很出名的 DIY能手 就是這個深圳的女子 很出名的很多年前我已經追蹤她 就是Narumi 她就是在深圳一個很知名的DIY創作者 因為她做很多很獨特的視頻 推廣一些新的產品 而且她是超級Sexy的 所以很多外國人都追蹤她 因為她說英文的視頻 她的DIY真是很棒的 其實除了知名的人士外 其實不一定是做Youtuber 普通朋友都可以上載她的視頻 貓貓狗狗的照片 一些檔案 短視頻 分享給別人 好 進來Window的程式 就是Libreel的程式 我已經有兩三個禮拜前安裝 不知不覺都有130個LBC 其實她的機制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像大家玩香港討論區一樣 在這裡分享一些文章的話 圖片 其實是慢慢一級一級升級的 由第一級升到第二級 什麼會員 一路升上去 首先來到這個主頁 我前包來看看 我前包有130.6個LBC 是怎樣形成的呢 其實每個動作都有一個交換的 你可以檢查幾月幾日做了這個動作 例如每日看視頻 我會賺到幾個幣 一至一百個幣 有時候會有提示 有人看你的時候 她可能會打賞你的 這裡無緣無故收到四個LBC 刊登這些視頻 會扣了0.01個 即是會付出0.01個LBC 基本上她會提醒你 每日都會提醒你 有些收益 你去看一看視頻 有些收益 有些收益 她又會提醒你 很過癮 這裡看看賺了四個 這裡看看賺了兩個 就是這樣累積出來的 另外有些提示 這裡又收四個 除了這些還有其他東西 這個就是我放了一張照片 台北斯大的圖片 給了4個LBC 開這個獎勵看看 獎勵的版本更加清楚 有些什麼錢我可以拿 大家記得我現在有130個LBC 其實我很多還沒拿 例如這個是Level Up 可以拿5個LBC升級 看看拿不拿到 正好 拿了 我現在又多了5個 還有Daily Watch ReWork 每天看影片 可以隨時拿到1至100個LBC 剛剛說到5個就到了 另外我youtube的channel 剛剛過了1萬 1萬個subscribe 他就approach了我 1萬個訂閱者 已經可以獲取500個LBC 拿了先別說笑 領取500個LBC 他說已經拿了500個LBC 好一會兒這裡就變了600 對了 變了635個LBC 還有什麼還沒拿呢 這些其實是一些任務 他會提醒你 他去到不同的Level 他會提醒你做什麼 你又可以拿到多少LBC 這個follow了多少人 又有5個LBC 總之呢 就有很多任務 你來這一版 你就可以拿到不同的 這個介紹人就賺到20個 每個查詞上好像剛剛這裏 5個和500個 他會即時顯示了一個紀錄出來 即是所有blog chain的紀錄 就會在那裏 區塊鏈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會顯示出來 所以真的很棒 大家只看片 或者別人看你的片 都會賺到錢 你分享一些ebook 或者分享一些PDF 或者分享一些資料性的東西 如果別人要的話 他可能會下載 又會賺到錢 如果別人喜歡 他會打賞你 對呀 很過癮的 相當之有前景 這個平台 Youtube那裏又怎麼搞呢 Youtuber將會轉移到這個平台 我給大家看看怎樣轉移 好 回到首頁那裏 很簡單 三個步驟 就可以加回頻道名字 就可以加入了 Youtuber就更正 Youtuber就來到這裏 Youtuber Program 按進去 他就去到這版 他就設計了一個程式 只需要 將你的頻道的名字放在這裏 接著下面 按一下 接著就按CAM NOW 你就會一個鍵 將你所有的影片 幾天之內 他就會同步上去這個平台 非常之方便 即時登記你的頻道的名字 登記你的email 那就搞定了 很簡單幾個步驟 整個Youtube頻道就搬了上去 相當之方便 我做了這一下 四天的時間 就全部片 二百多條片 全部上去 哇 真是沒得頂 不用逐條逐條上去 Youtuber 聽著 當你擁有一千個訂閱 如果你有一千個訂閱者 你每一年就有 一千零八百個一套PC 免費的 即他每個月就會 出九十個一套PC 如果他現在計算 0.02美金 即是二十二元美金 是免費獲得的 如果我一萬訂閱 其實就已經有六千個一套PC 等於一百二十五元美金 即是免費得到的 五萬個或十萬個更加多 四百多元美金 很多人都有 台灣的Youtuber 十幾二十萬個訂閱 所以 真是好處 好 那不如分享一下 一般用戶可以 賺到什麼收入 每次看片 都會有機會 賺到一至一百個LBC 我最近多數 賺到五個 四個 一個 第二個就是Level Up 第三個就是訂閱人數 你裝了之後 都會有個頻道名 你也可以叫別人訂閱你 第四個就是看很多view 又可以升級 第五個就是 即是你出那條片 或者你出那幅圖 你可以定價錢 你自己可以記錄多少錢 就可以收費 第六個收入就是人力體 他說他就會打賞你的提示 就算不打賞你 他都會有收入 有幾個LBC 而第七個收入就是 推廣 如果介紹人可以賺二十個LBC 所以普通融戶 都不是做youtuber 都會賺到這七個收入 嘩 我覺得真的很棒 如果很多youtuber 都知道這些平台 即是第一時間馬上加入 按個按鈕 搞定 對不對 剛才說過有些收費 給別人的 例如這個 我就嘗試了 就給了0.1個LBC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Game of Thrones 即是權力遊戲的第一季 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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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按了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套戲 先給了0.1個LBC 真的下載了這條片 第一集的權力遊戲 嗯 真是HPO 不是開玩笑 可能一些很舊的影片 可能已經釋放了那些版權 這個不是英文字幕 可能是一些不需要版權的影片 如果有版權的話 我不知道它怎麼管理 如果在Steam的平台上 侵犯版權的東西 大家就可以踩到它 這條片出不了為止 我不知道它這個機制是怎麼處理 拭目以待 好 看看先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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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正正正正正 有些出五個LBC 這個剪輯了一些 其實遊戲三級的片段 剪輯了兩個小時 收五個LBC 一個LBC都有 大家也可以有些價值的東西 可以放出來賣給人的 推廣一下自己 我的頻道就叫一卡拉 大家進來的話 記得過來關注一下我 我當了個Member之後 就來這裡關注一下我 關注一下 追蹤一下 我的Youtube影片都上來了 而且加多了一些照片 加下來 如果你追蹤了我 那我在關注那裡 就會看到你 我經常見到你 那我就可以看你的影片 大家互相關注 互相看大家的影片 大家都有收益 大家記得追蹤我 那我就會看你的影片 互相追蹤的話 互相看大家的影片 十秒八秒的影片都有 例如貓貓狗狗的影片 很習慣 這位朋友 這位網友也是 就是這樣 就這樣自己的狗狗 放上來 也可以 很簡單 放一些圖片也可以 放一些短視頻也可以 看看小波子放些什麼 暫時中文社區也不多 小波子打油機 小波子打油機 打遊戲的朋友 真的沒有錯誤 這個平台 可以在這裏分享 剛剛我見到 VLVC已經更新到 有Season 6 一個新的地圖 那大家如果想嘗試這個平台 我就已經放了一條連接 在我的說明文下面 來到這裡下載一個Window 這樣就會彈個視窗出來 三個步驟很簡單 就是登記你的Email SiteUp 跟著 CREATE你的頻道名 確認Email 這樣已經可以完成了 裝完Window之後 就可以去回下面 手機安裝 和蘋果安裝 都可以同步回自己的頻道 我們的中文社區 都有幾位朋友 組織了一個Telegram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安裝中文區 互相做大個中文社區 大家如果想脫離社群族 其實連Google Call 都會這樣說 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想上班 如果大家想不再上班 又好像你的朋友 周圍去玩 周圍分享自己的生活 這樣都可以賺到收入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現在還是起步的階段 大家不要等它 好像Youtube 每個人都做完Youtuber 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才想進來去做 比較困難 接下來我會介紹不同的平台 如果有朋友想知道更多的 如果我們關於這個平台 怎樣去運作 怎樣去 join 可以加入我們那個中文社區 的Telegram 大家互相分享 大家就多些去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台 相當之幾好玩 又可以賺到錢 亦都覺得是很有前景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工作 沒什麼做看Youtube 不如嘗試一下 就花一點時間在這裏開一個帳 就可以看片 又可以分享自己的東西 亦都可以賺到錢 我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點贊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